接下來是有關如何新增在Eprint上面的工具欄位的按鈕 首先在工具欄位的空白處點右鍵選擇Customize 在Customize右邊有一個分頁叫Command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新增一個在Menu裡面的一個功能 像是線號的一個放置 那我必須要先找到我這個上面會有一個Connection Numbering的Place 那這個Place我把它推移到這個圖紙的空白處 接著我必須要使用一個顯示的按鈕給它 比如說這個0 按開啟之後呢 這是它的功能敘述按下OK 那目前這個功能它就代表是一個線號的一個放置 接下來呢我可以做第二個動作是一個Enter Designation 一樣我把它推出來 我可以把它跟剛剛這個靠近一點擺放 一樣給它一張圖片檔案 按下OK 這個確認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新增的一個工具欄位 我可以把它擺放到我的這個工具欄位 把它砍入 那將來呢這個0的功能 這個按鈕就是一個線號的一個放置 1的功能就是這個線號的一個命名 這個就是有關這個工具欄位的一個新增 那將來呢如果你要讓它顯示與不顯示呢 那這邊像2282就是代表我這個顯示與否可以去配置